你就可以做Superman了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健 然后呢 我今天呢 我就会来做这个影片的续集啦 当你们考完这个computer过后 你们接下来要进行什么事情呢 我今天 都会在这个影片毫无保留的告诉你们 OK 然后你们那个computer过了 然后过几天你就会拿到你的Lesson L Lesson L 这个时间是给你两年 然后呢 你就会去听课 听bargain to bargain digger的课 然后呢 这些课就是practical dilator 这个是bargain2的 然后是关于一些模特的零件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走桥啊 con啊 还有这个roudbar的啊 然后第2个bargain digger呢 就是practical dilator 这是模拟当你在这个马路上的时候 呃 应该要这样做 然后接下来我都会这样慢慢的 告诉你们啦 你们就 耐心的看下去哦 然后你们首先呢 就会先去听这个practical dilator 这个是forbargain2的 然后呢 你们去听课的时候呢 你们就一定要自己带那个头盔啦 what 为什么那里没有给头盔呢 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带 因为呢 现在这个硬性的关系 所以 政府就 不允许我们共用 这个头盔 所以 自己带 比较好 ok 它那里 除非你没有带 或者是 你自己家里没有 那里才会提供给你啦 然后呢 这个课呢 你需要上 9.5个小时 9.5个小时 开始你去上呢 它就会跟你介绍 这个model什么零件 到时候你们考试这个model什么零件呢 现在就来依依给你们讲 首先呢 就是要有这个 Lambu Isharad Kiri Lankanan 然后就是Lambu Harapan 然后过后就是到你的这个车牌 Nombu Plus Motorsika Harapan 然后过后就是到你的这个Taya Haraapan 然后这个车牌啊 还有这个花纹啊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镜子 到了后面 就是这个Lambu Isharad Belakang 然后这个Lambu Belakang 然后你的车牌哦 然后是Nombu Plus Motorsika Belakang 过后 就会到这个 轮胎 也是一样哦 然后Angan还有它这个花纹 然后你们现在就是要来开这个后 这个 也是需要看的 然后这个是那个敏压 然后就是要看够不够哦 然后过后就是要看这个 Belakang的那个水够不够 然后还有这个Rotec 你到时候也要拿出来电 OK然后最后一样就是这个 Meter的部分了 这个是Meter Kelogian 然后这个是Meter Juna Jada Pajaranan 然后这个是Meter Minia Petro 然后这个是Lambu Bebas 然后你这个讲完了 你就会去进行 Belakangang 然后呢 你们 我们就会进行下一个 然后过桥 Corn Belakan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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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然后呢 你那个Pelakangangang 上完了 你就会去上这个Pelakangangang Juna Jaya 然后呢 这个呢 你需要上6个小时 然后这个6个小时 不是一天内的6个小时 只是累计的6个小时 Belakangang Belak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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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当你在这个 道路的时候 你应该要这样做 然后呢 老师也会教你一些动作 然后这个动作呢是当你在 不管是 Belakang 或者是 十字路口 Belakang 或者是 绕耳包 你这些动作你都要做到 OK 做给 考官看到啦 到时候你考试的时候 你这些动作都要做出来的 然后呢有什么动作呢 第一个就是 这样 手伸出去 然后放慢 然后你手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样子回来回去 然后 就表示 你要放慢速度 你那个摩托停下来的过后 你的手就要这样子举起来 就表示你停下来的 不然很低啦 然后呢 接下来你要去 别别嘛 可能你要转弯 还是要向前走什么的 就 Signal你要开 Signal开了然后 看你要去左还是去右 然后呢 你的头就是 看向你要去的那个地方 比如说你要去左 那你就头看向左边 然后手伸出来 然后这整个过程呢 最少要6秒 然后呢 你手伸出去的 Pattern是这样 而不是这样 这个呢 你是要放慢速度 然后这个呢 是 告诉他你要去的方向 好 所以这两个是代表着不同的意思哦 然后呢 你们这些 课上完了 你们也累积了6个小时 然后呢 你就会 进行一个 PTI test PTI test呢 就是要来证明说 你这些东西你都学会了 到时候考试的时候 你不会乱哦 就是这样 做一个证明罢了啦 这PTI test呢 进行的时间是 半个小时啦 你这个 PTI test你过了 你还想要来练习 也是ok的 也是可以继续练的 你要练多就练多 没有关系 然后呢 你这PTI 好了 然后就到这个 JPJ test JPJ test呢 就是正式的考试 就是最后一轮的考试了 然后就是 看你有没有过 如果没有过的话 就是重新考哦 如果你是在 Pagian 2 没有过 那你就去 重考你的Pagian 2 如果你重考一个Pagian 2 就是 要还准备10块 要讲算 才没有过诶 可能你走那个桥 你的轮胎跌下来 你还没有 走完 然后突然间跌下来 这样就没有过 然后或者是 你走 KON的时候啊 撞到KON 这样也没有过 然后或者是 你走 这个 Pagian 3 你可能 跌倒啊 还是 翻车 这样就 没有过啊 然后呢 如果你是在 Pagian C 这里 你没有过 那你Pagian 2 过 那你就 重考这个 Pagian 3 的项目 然后怎样说 才算你的 Pagian C 没有过诶 就是可能你 在 这个 T 江线 或者是 先帮M8的时候 你没有停下来 然后 也没有做任何的动作 就 直接 转弯 那你虽然是有给 你的这个动作指示 可是呢 你的Sinter没有开 那就 非常的抱歉啊 那你就重新考哦 60块 好这个JBJ test JBJ test呢 那你一开始 你就要 跟这个警员 请个安 Seloma Pagi Duan Puan 这样子咯 讲完了 你就是要开始 讲解你这个 摩托的零件 然后你这个JBJ test 你 过了 然后呢 你就可以 过几天 就可以拿到 Lesson B 然后这个Lesson B 是 两年的时间咯 你两年过后 你又要 再 还钱 然后 圆藏你的 这个时间 拿这个P 哦 你就可以做Superman了 那以上这些就是 你烤摩托的一些流程 希望我这个影片可以帮助到你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记得订阅 按赞分享 并且打开小铃铛 OK我们下个影片见 See you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